安安 這是小牛 歡迎來到小牛講政經 記得點一下CC字幕 開啟字幕功能 小牛講政經關心您 西元2000年的總統大選 陳水扁當選了中華民國總統 讓台灣出現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 國民黨第一次成為在野黨 民進黨則是第一次取得政權 人民對於新政府的期望非常的高 但是幾次的重大政治危機 都讓陳水扁政府的問題 一次次的浮上檯面 加上國會席次 仍然被在野黨所把持 這也讓陳水扁政府的第一個任期 過得還是跌跌撞撞 而台灣的政壇局勢發展 也從2000年開始出現變化 過去是國民黨一黨獨大 在野黨百家爭鳴的狀況 慢慢的變成了泛藍跟泛綠 兩大集團的對抗 大家最熟悉的藍綠二鬥這四個字 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成型的 藍綠對抗的局面呢 一路到了2004年的總統大選 來到了最高峰 牽手護台灣啊 五體投地親吻土地啊 許多華麗的選舉招數 都在這一場選舉當中陸續出現 而最戲劇性的 莫過於選前之夜的那兩顆子彈 為這場藍綠大戰掀起了最後一波的高潮 這一集的故事 我們就要先從2000年的5月20號 陳水扁正式就職中華民國總統這一刻 開始說起 陳水扁當選之後呢 他的人氣指數始終非常的高 不只他的扁帽娃娃商品賣翻天 當年的三立電視台甚至用他的情史 推出了一齣八點檔連續劇叫做阿扁與阿珍 收視率還一度超越了新聞台拿下冠軍 而陳水扁的人事布局呢也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原本大家期待他的行政院長會是在選舉當中 力挺他的中原院院長李遠哲來接任 但李遠哲婉拒了 所以為了讓政權能夠順利移轉 安撫在野黨以及軍中的派系 陳水扁的首任隔魁 最後是由國民黨籍的前國防部長唐飛來出任 然而民進黨政府的好景不長 上任短短兩個月就面臨到了一場天災人禍造成的政治危機 那就是巴掌溪事件 當時嘉義的巴掌溪發生溪水暴漲 在河床上施工的工人受困在溪水當中 由於洪水洶湧消防隊沒有辦法救援 偏偏像其他單位申請直升機救援的時候 卻是一再被退回一再被阻撓 就這樣四名工人在溪水當中 手拉著手撐了將近兩個鐘頭 所有的電視台都在現場全程實況轉播 但還是等不到救援的直升機啊 最後這四個人就消失在溪水當中 全數罹難 這場災難由於畫面實在是太過殘酷了 也讓輿論對於政府救災失能感到非常的不滿 唐飛一度要請辭行政院長來負責 但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尤錫坤認為 新政府才上任短短兩個月 隔盔就因此下台這個姿勢體大 所以他就決定戴唐飛負起的政治責任 而他也請辭了行政院副院長 成為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位 除了天災人禍之外呢 核四問題也是引爆朝野衝突的一個非常大的關鍵 由於民進黨的政策呢一向主張反核 也讓陳水扁上任之後呢 立刻宣布核四工程必須要再評估 最後更是在10月27號由行政院長張俊雄宣布核四停工 而這個宣布的時機點呢也非常的巧妙 因為就在當天的早上 陳水扁才剛剛跟國民黨主席連戰會談 會談的主題呢就包括了核四的續建 所以換句話說 陳水扁的這個決策完全賞了在野黨一個大巴掌 泛蘭陣營就因此主張提案要彈核行政院 罷免陳水扁 朝野也因為核四的停建呢 陷入了一個非常大的僵局 最後就在多次的協商之下 行政院決議讓核四復工 只是從停工到復工這短短不到三個月 台電內部評估損失就超過了1350億元 幾次重大的政治危機 加上經濟不景氣的影響 連帶影響了民進黨政府的滿意度 根據2001年2月所做的媒體民調 陳水扁的滿意度從就職滿月的77%下滑到了34% 支持度直接砍半 而陳水扁的氣勢削弱也給了敵對泛蘭的陣營 非常大的空間 事實上 雖然藍營在過去分裂成為了 國民黨 新黨 跟親民黨 但是在立法院的意識上呢 這三黨已經開始充分合作了 而且對於2004年的總統大選有一定的共識 只有合作推出一組候選人 才能拉下共同的敵人 就是陳水扁 就在2003年的2月24號 國民黨主席聯戰 跟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共同召開了一場記者會 宣布國親正式合作 而連送配陳軍的第一天呢 氣勢就非常的旺 媒體民調數字就有以44% 對上27% 領先現任的陳水扁跟呂秀蓮 而在這時呢 民進黨似乎也發覺到了 在這場藍綠對決的賽局當中 如果只是單純宣傳政績 闡述政策 根本很難在選舉當中取得優勢 所以陳水扁也因此決定了 要在總統選舉的投票日當天 一併發動公投 而最終的公投題目就是 是否同意政府採購反飛彈裝備 以及是否支持政府 進行兩岸協商談判 不過這兩題對大家來說 好像不用特別問 大家應該也都會支持吧 不過陳水扁跟這兩項公投 跟愛台灣的概念連結在一起 支持公投呢 就是等於支持護台灣 就是愛台灣的一種表現 尤其是在當年 中國爆發了SARS疫情 連帶讓台灣 以及全世界都受到了波及 加上中共在WHA的會場內 強勢阻撓台灣以觀察員的身份 來參與WHO 甚至說出了這句冷血的發言 交請台灣參與WHO 是遇法不符 遇理不容 遇情不合 遇到台灣想去外面遇到嗎 早就該拒絕了 沒聽到會打中的決定嗎 誰要問你嗎 而中共的這句話 又讓台灣民眾的反中情緒 來到了最高點 讓綠營又找到機會可以切入 大麥芒果乾 擴大台灣認同的規模 而面對民進黨的公事呢 國民黨親民黨合作的國親聯盟 在公投的議題上就顯得有點被動 所以他們最後呢 則是發動了距離公投票 來抵制陳水扁 但是公投綁大選 也讓綠營開始掌握了選舉的主導權 逐漸縮小雙方的民調差距 甚至成功為民進黨來造勢 就在2004年的2月28號當天 民進黨 台聯 跟其他的台獨團體 共同合辦了228千手護台灣的活動 沿著台一線 從北到南 牽起了超過300公里的人龍 反對中共的飛彈對台 而這個呢 也跟公投的主題完全契合 在事前多次的演練之下 這場活動的熱度逐漸升溫 在228當天 全台灣估計參與的人數 就超過了200萬人 面對綠營成功的在228牽手護台灣 泛藍陣營也不甘示弱 兩週之後 也在台北 桃園 台中 高雄 四個地方發動一共百萬人的大型造勢活動 而這場活動也有彩蛋 就是宋楚瑜夫婦跟連戰夫婦 分別在台中跟台北親吻土地 而且連戰夫婦更是加碼五體投地來親吻 成為了這場活動的最高潮 真的是非常令人高潮 而這場選舉當中也有一個名場面 就是阿扁跟連戰在電視辯論會上面的表現 陳水扁的口才跟自信 跟連戰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這段連戰被稱為 舉球手的影片 提問題給陳水扁殺球的機會 更是大家傳閱的經典畫面 路也不是你修的 錢也不是你花的 你為什麼有這個能力呢 還沒有就任就能夠替政府省下來2500億 可以說是欺騙全國的人民 你能不能夠藉這個機會來說明一下 另外就是打銷待帳 你的時候 待帳已經高升到8.04% 國民黨的時候只有4.8% 待帳是你造成的 待帳要你來解決 待帳會一個月造成嗎 待帳會一年造成嗎 作為國家的領導人的競組者 如果連這樣的一種基本的知識都沒有 我們真的為田先生感到擔心 我們也了解到過去的政府 計劃歸計劃 預算歸預算 家威到家爺爬不順利 所以言當恭喜 預算起訴案半了 所以像何一場 何二場 何三場 如果田先生你再去看過去的資料 可能你忘記了 不是增加兩倍的預算 不然就是增加三倍的預算 那如果八元呢 那都是我們的月光錢呢 我們認為當年核定5200億的二高預算 你還不感謝喔 你還要邀功說這是你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呢 藍綠對決也讓這一次大選的負面選舉 來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峰 民進黨可以說是大開地圖炮 不只攻擊連戰的家財萬貫 兩代公務員竟然能累積家產高達200億元 更攻擊宋楚瑜在省長期間呢 是散財童子 同時呢 也對於國民黨的黨產提出了質疑 選舉到了最後關頭 綠營的支持者 更是到處傳越所謂的非常光碟 來攻擊藍營的陣體 至於泛藍陣營呢 雖然沒有針對陳水扁丟出偵探彈 反倒是一個因為掏空公司資產 而被通緝的富商陳友豪 他在國外召開了一場記者會 指控陳水扁跟他的妻子吳淑貞 都曾經收取他的巨額政治獻金 而且是親自送獻金到陳水扁家中 不過這項指控後續就沒有太多人在意了 因為就在選前的最後一天的掃接敗票過程當中 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台的重大刑案 阿扁他中彈了 2004年的3月19號下午 當陳水扁跟呂秀蓮的掃接車隊 通過台南市區時呢 突然傳出陳水扁的腹部中彈 呂秀蓮的膝蓋受傷 隨後呢兩人都被送往七美醫院來治療 這起槍擊案由於事出突然 加上兇手的動機跟下落通通不明 當晚敵隊的連送陣營呢 也立刻宣布停止競選活動 就在陳水扁中彈的這段期間呢 原本台面上的選前之夜大造勢活動 變成台面下的風向大戰 泛藍陣營的節目呢 開始懷疑槍擊案的真實性 而泛綠陣營的地下電台呢 則認為這是藍營聯合中共來欺負台灣人總統 到了3月19號當天午夜 超過了法定的競選時間 立委陳文倩則是在連送的競選總部 召開了一場記者會 他宣稱收到了一個奇美小護士來向他檢舉 這個奇美小護士說 在槍擊案發生之前 就有國安局人員到醫院來視察 清查現場 只是這個小護士到底是誰 至今還是一個謎 而這兩顆子彈造成的影響 很多人認為是對陳水扁的選情有利 根據媒體選前的民調顯示呢 到了案發當晚 兩人的差距極速縮短到只剩下一趴 從數字來看呢 這兩槍確實影響很多中間選民的投票意向 也讓2004年的總統大選投票率同樣衝高到了八成 僅次於2000年的紀錄 而最後的選舉結果更是令人跌破眼鏡 陳水扁 呂秀蓮以非常非常非常些微的差距 擊敗了連戰跟宋楚瑜 雙方的差距只差了兩萬多票 不到一個百分點 而這樣的選舉結果呢 也讓台灣媒體幾乎通通翻車啊 因為在選前呢 聯宋配的民調明顯是處於比較優勢的一方 而在開票的過程當中呢 電視台灌票的速度非常的快 聯宋跟陳旅兩組人的票數 甚至灌到比中選會最後開出的票數還要高 很多電視台甚至還出現了票數要往回扣的現象 這也變成了大眾傳播跟新聞領域的一個負面教材 至於對於落敗的連戰而言呢 他當然很難吞下這口氣 所以就在開票結束後的晚會 他在現場高喊了這一句話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選舉 不公平 我們要在這裡向各位來報告 我們準備要提出選舉無效之數 選舉無效 Oops 就在連戰高喊要提出選舉無效之數之後呢 聯宋配的支持者就在凱達格蘭大道 跟中正經驗堂一代抗議選舉不公 埋鍋造範了一個月 正在引發幾名衝突 在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投擲汽油彈 最後就在當時還是台北市長的馬英九 下令驅趕群眾之後呢 這場抗爭才逐漸平時 這場大選陳水扁雖然顯勝了 但也因此開啟了大藍綠額鬥的新時代 從此之後將近十年 台灣政治開始以藍跟綠作為主體 其他政黨的生存空間也受到擠壓 而選前之夜發生的三一九槍擊案 被指控是開槍的兇手陳毅雄 最後在案發十天之後呢 被發現在安平港溺斃了 整齊案件的真相到現在 還是沒有辦法被釐清 如果你有經歷過當年的選舉 你有怎麼看待這場影響結果的槍擊案呢 先守護台灣跟親吻台灣土地 這兩場經典的造勢活動 你覺得哪一個才是你心目中真正的經典呢 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 這也是小牛講正經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See ya